耶倫表示經濟強勁復甦之前難以加息 不過一旦加息 聯儲局資產負債表規模會開始收縮 耶倫連續第二天出席部會聽證會 表示聯儲局並不急於決定資產負債表適動規模 不過聯儲局一旦決定加息 資產負債表規模應該開始收縮 可能要5至8年 才會復金融危機潛水平 聯儲局資產負債表由07年8千億美元 升至4萬5千億美元 他指著聯儲局要繼續以寬鬆貨幣政策 支持努力市場復甦 我們的財政政策是 繼續保持財政政策 只要有必須的復甦市場 資產財政策是不可能開始增加 直至我們在強化的經濟復甦 耶倫呼籲國會處理長期預算問題 並提出警告 目前預算問題發展方向不可以持續 他又說財政政策最近收緊 在對聯儲局促進經濟復甦其中一項障礙 無線電視機則在臨時播出 中文字幕——YK